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时此刻 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整 这是台湾走向世界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我们还在内耗 还在争执何事要不要重启 还在持一三街要不要停建 还在犹豫美术要不要进口 还把自己困在公投绑大选的激情当中 那我们很可能 就白白错失现在的大好机会 各位 大家说是不是 各位 核市从1999年盖到现在 已经二十几年了 花了三千亿元 从来没有替台湾发过一度的电 它的设计已经过时 建造过期 厂商已经解散 设备已经停产 安全性 利用非常担忧 而市场所在的位置 也是一个危险的地震带 周围又是人口密集 我们双北的渡汇区 更严重的问题是 全台湾没有一个县市愿意接受核废料 侯友宜市长说 没办法解决核废料 就没有资格谈核电 朱立伦主席在担任新北市长的时候 他说只要他在任的一天 就不会让核市运转 这几天大家有听到 我们宜蘭县的林芝茂县长也说 他反对重启核市 所以我们一定要慎重 一定要深思 重启核市这张票 大家一定不同意好不好 新竹市的好市多 我听说每个周末都有很多人去 而且都常常塞车 去采购的人 很多人都会买美国牛肉 有去买过美国牛肉的举手看看 因为大家都相信 政府会认真的检验 做好把关 让大家买到的美牛 都一定是符合食安标准的美牛 我跟大家保证 牛肉我们会认真把关 猪肉我们也一样认真把关 大家说好不好 去年我们进一步开放的美猪之后 今年我们跟美国的最重要的对话 贸易对话平台 这个叫做TIFA 我们已经重新开始对话了 就在不久以前 我们也申请加入CPGPP 我们如果要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要符合国际标准 也要做好开放市场的准备 在守住国家的尊严 守住人民健康的前提下 我们适度的开放市场 台湾未来的路 才会走得更宽广 所以美猪这张票 我要拜托大家 一定要同不同意好不好 台湾要往前走 要往世界走 不要轻易停下来 更不能斗退路 12月18号的公投 要拜托大家 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好不好 台湾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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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